舉重好手郭幸成低下頭 讓總統蔡英文為他戴上五等警星勳章 表彰他在2017台北世大運中 勇奪女子舉重項目金牌 又以停舉一百四十二公斤 打破世界紀錄的優衣表現 9月7日上午郭幸成受邀 來到總統府接受表揚 會想起8月21日當晚比賽中的優衣表現 振奮了全國人民 自己也難掩激動情緒 希望未來全國人民 都能夠持續關注體育賽事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體育賽事 希望未來能夠 透過體育能夠讓 讓所有國民都可以再次的團結 然後再次的讓大家的心能夠繫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一起為 讓世界看見台灣 謝謝 郭幸成接下來行程將參戰 2018年亞運 2020年東京奧運 他期許自己能夠在運動場上 持續堅持在闖巔峰 記者人士徐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